小鐵金在聲音高點營養裡面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國國的責任師傅也將小鐵金的製造當作是無外團的工夫 不過連電影所不一樣的習慣 希望台灣人應該要有機會來瞭解小鐵金這樣下去 我們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提琴藝術 如果說只是一直覺得它很遙遠 那好像離我們好像是很高貴的東西 那這樣可惜 如果說可以讓大家都知道說提琴是大概是怎麼做出來的 然後它的原料是哪裡來的 那它的材料、漆料 還有它的工序、工法 如果對它有一點粗淺的了解 那我覺得對於提升我們整體的那種 音樂氣息跟藝術體息是很有幫助的 林鄭委台中人從小岸就有學員工 因為家裡有做無材生理 因此確定要自己來製造小鐵金 依靠主修方式的修圍了一位政府名師傅 現在他也收到地 危險製金方法 做你把琴雖然手工還是不好 可是 那真的那種 把琴做出來以後 那種興奮感 那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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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種願望 所以我把 第一把琴的名字叫做十八歲的約定 現地名學生就是土壇裡面的小鐵金所發出來 頭髮激起震動 小鐵金就讓三星美妙去 這名來自法國學生 知道林鄭委員醫學生 因此也專程來到台灣 有製金的技術 I'm from France 從法國來 然後他 就是他想要學做大力情 他已經會做了 他之前是已經在 加拿大的自己學校畢業 對北科的自己學校畢業 在北港進行興奮裡面 林鄭委員醫學在選擇 港股資料都做得上市的介紹 希望就能帶來提升台灣的製金環境 記者在臉書上報導 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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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